第三老师如何看待除教呢 除龙除凤 这是一种过激的反应 特别是中国教会之所以这么做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 就是叶光明的书籍 大家都读了那个小册子吧 破除咒诅 咒诅与祝福 根据神明记二十八章 二十九章的内容 他就说了嘛 说了什么呢 他说我们要清除一些偶像 叶光明是灵人派的 比如说龙什么偶像 他认为那个每一个那些图案 那些偶像都是邪灵攻击我们的出口 或者是邪灵在那里居住等等 所以你要彻底的清除 他好像是一种好的教导 但是结果呢 如果我们冷静思考下 破除咒诅 我的生活当中 代代有什么得癌症 遗传的那个疾病 他不会考虑是什么基因的问题 医学的问题 他认为这是一种诠释 一种咒诅的诠释 比如说贫穷 你无缘故总是失败 总是做声音赔钱 或者是婚姻当中总是不和睦 然后他就会把这种问题 归结到某种诠释在你家里面 控制着某种疾病的诠释 某种破坏婚姻的 淫乱的 某种罪 某种等等 所以他就找 肯定你家里有一些 让魔鬼攻击你的那些破口 于是找来找去 发现 你家房子顶上 房梁里面 曾经以前的房主 这个上大梁的时候 什么上大架子的时候 绑了一个红绳 或者里面埋了一个符 什么地基里面埋了一个什么罐子 你要把它抠出来 封耶稣的名砸碎他 什么偶像要砸碎他 扔到厕所里用火烧 或者什么书烧掉 或者什么项链 或者什么类似于你家的老的柜子顶上有缝 有龙 然后枕头上也有什么龙的图案 类似这样的 包括书里面有一些佛像 这种做法是灵恩派的做法 结合了一些所谓的民间宗教的迷信的观念 然后没有充分的圣经根据 没有充分的圣经 然后导致了好像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 已经脱离了律法和罪的一切咒诅 我们已经成为蒙福的状态了 我们与上帝和好了 所以在基督里面 我们因着信与基督联合 基督为我们赚得的所有的祝福 就像哥罗西书里面 上帝将喜悦将一切的丰盛藏在基督里面 我们借着信心就可以享受 支取基督里面一切的祝福 但是如果按照这个灵派这个夜光明 他讲的这个说法的话 那么好像基督救赎我们 不只是赦免我们的罪 而且还留下了一些咒诅 有待于我们那些拆偶像的专家 有开了属灵眼睛 开天眼 那些基督教里面的大仙 所谓有恩赐 能够看见什么东西的这样的人 透过他的祷告 他来帮你查偶像 来帮你拆偶像 才释放你脱离咒诅 也就是说 你信音苏只领受了半部的救恩 那另一半部呢 需要有这种专家来给你解除 不然的话 你的生活还无法获得 享受上帝给你的祝福的生活 蒙福的人生 那万一你家地区里面 没有这种 具有这种特殊恩赐的这种大仙 教会里面的大仙怎么办 那你就没有办法活出这种 全然的祝福的生活 基督给我们的救恩是一半的 所以我故意用这种反讽的方法 跟大家讲的目的就是说 这种主张是非常荒谬 非常愚蠢 而且非常亵渎的 而且是非常异教的 结合中国人的民间的迷信 对某种偶像 其实不管中国 亚洲也好 这种迷信 然后又对圣经的救恩 基督的救赎 不具有充分的认识 结果降低 减损了基督代赎 给我们带来的果效 把异教的思想 混合在基督教里面 结果留下了一半的救恩 祝福需要靠这些 专业的大仙们 去释放我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